朱志賢和麗振業日前被傳媒拍到 兩人在車廂單動物會吃蛋糕 繼而又再被爆料 一向是愛妻學的麗振業 最近竟然沒有陪以懷孕多月的太太做產檢 反而做柴可夫陪朱珠到醫院提醫生 更有消息指 麗振業連日來執拾世院回老家 疑似計劃和結婚多年的太太離婚 雖然麗振業暫時沒有親身回應事件 不過這日朱珠就聯同謝東敏一起現身記照 朱珠禁為事件道歉 我知道自己做錯了 我對不起疼我的人 我對不起給我機會的人 我辜負了你們 我辜負了公司 在這裏我想和這件事受傷害的人說一聲 對不起 對不起 真心對不起 兩人一向只是以好朋友相稱 從來沒有公開承認戀情 不過Brian這日在記照的發現 亦間接承認兩人的戀情 歡迎大家傳媒朋友 歡迎大家傳媒朋友 我今天就 決定了 站出來陪他去這個記者會 因為我 都很擔心他 能否承受到這種壓力 其實 他已經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已經告訴我 我也知道了 所有的事情 在現階段 我會陪著你 走過這一關 陪你走過這一關 可能其實 他一時間有點迷失 不過我覺得我自己 也有一點責任 可能我 經常顧著工作 疏忽了他 我想說 其實他是一個 很勤力的演員 我希望大家 可以給他一個機會 自己繁思一下 未來將來 可以再 繼續努力工作 嗯 四分鐘的記招完結後 Brian輕扶著珠珠 一起離開記招演場 之後他們一同接受訪問 珠珠更說到聲淚俱下 珠珠和敏大人 其實剛才這幾招那裡 有什麼想補充 或者你剛才說迷失 是什麼意思 嗯 我覺得 自己是一個不專業的演員 因為 我承認是因為拍劇 而 導致現在這樣 我覺得自己經驗不夠 演戲經驗不夠 所以 不夠專業 搞成今時間就夠了 我覺得自己 抽離不到那個角色 嗯 還有 很感謝Brian這段時間陪著我 因為我知道他其實承受了很多 他比我更加難受 更加痛苦 除了Brian之外 會不會都覺得很令家人擔心 好 我最想就是跟我家人說對不起 因為我很不想因為我自己的事 向家人 我記得我即時 發短信給我爸爸 我很怕影響到他 我不想家人 被人說笑話 我不想因為我一個人的事 而影響到我身邊的人 還有我很想 跟劇中的演員說對不起 還有監製說對不起 因為我的不專業 我會連累到大家 我以後會做得更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會不會都很敏感自己 就是犯了這個錯失 我真的很後悔 我真的很內疚 很內疚 我都接受不了自己犯 這個錯 那Brian 你會怎樣支持住 住住 都會盡量 如果不用工作的時候 陪他多些 因為這些日子都沒有用過 可能受到外面很多壓力 我希望我這段時間都可以 陪他走過這個階段 不會一發情 差不多 的 都是